卢克霄正高高开场 不到两分钟 卢克霄接到了队友的边路船中 这一脚左脚的扫射 进的是真漂亮 哇 绝对连听都没有听 这是英格兰队的梦幻开局 咱们嗓 嗓那点疼 有点疼是吧 这一声喊出来 众人皆知陆寒最爱看足球 也热爱踢足球 这回欧国杯 他登上了大陆转播平台 以球品身份担任客座 嘉宾看到英格兰进球 陆寒忍不住开心鼓舞雀跃 进的是真漂亮 哇 绝对连听都没有听 这是英格兰队的梦幻开局 呃 没有嗓 只是没想到这场球赛 等到PK大战 陆寒整个人开心不起来 最后意大利取得欧国杯冠军 陆寒不小心吃了诚实豆沙帽 意大利队还是冠军 这样的话呢 我的妈呀 恭喜意大利啊 对对对对 恭喜意大利 我们恭喜意大利 事实上陆寒从小开始接触足球运动 每次只要谈到足球 陆寒忍不住 内心雀跃 嘴角失手 甚至忍不住节目当中碰到足球 都要下场踢几脚 哦 没人不穿白的呢 不穿白的 防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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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漂亮 哎呀 来了 压上来了 来了 压上来了 压上来了 来了 哎呀 漂亮 不有药啊 这球要了 非常不错 路哥 可以也可以 除了足球之外 还有没有喜欢的项目 其实我别的运动 高中时候也都玩一下 比如 篮球 篮球 对小学时候打乒乓球 乒乓球 对对对 还打过一阵橄榄球 邀奇橄榄球 14岁下 还打过橄榄球 对当时北京的一个联赛 OKOK 是不是因为你跑得快 对 我是一个 就是速度 爆发力 对对对 就连中场休息 陆寒也忍不住在转博式里 直接开梯 脚下展现真功夫 热爱足球的心 陆寒完全掩饰不了 只是这回意大利夺冠 陆寒不开心的新奇 似乎却藏不住了 这样的话呢 我的妈呀 恭喜意大利啊 对对对 恭喜意大利 我们恭喜意大利 1968年的 拿了拿了 欧洲杯冠军 好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